谁给你饭吃 谁是你老大 这是杜琪峰经典三部曲之《放逐》 有人说他是枪火的续集 但它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故事 整部片子把男人的浪漫崭新的精彩绝伦 每一个画面帅到极致 每一个细节都令人久久回味 随着敲门声 故事正式开始 亮坤带着乌鸦来找兄弟阿和 可开门的却是一个女人 阿和在吗 这儿没这个人 我等他就行 两人心里有数并没离开 而是走到楼下广场等待 女人看到这一幕 心里隐约不安了起来 突然 她再次被急促的敲门声打断 阿和在吗 这儿没这个人 被拒绝的两人转身来到广场 正好遇见乌鸦二人 四人见面的场景精彩不已 全程一句话没说 但每一个眼神跟动作 却又全都是戏 原来几人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阿和得罪了老大大飞 阿和跟肥雪 正是他派来解决阿和的 乌鸦跟亮坤为了情谊 前来阻止 一起在机疗长大 放过他 关了你 你说你应该怎么做 几人陷入僵局都不再说话 这是一辆货车缓缓开了过来 而司机正是阿和 阿和看了几人一眼 静止将车开至了楼下 淡定地拿上东西准备上楼 看你怎么做 几人紧跟骑后 看这驾驶 随时都有动手的可能 突然身后驶来一辆汽车 而车里面坐的正是警官欢喜哥 随后阿和跟亮坤跟随阿和上了楼 乌鸦跟肥雪则守在门口 欢喜哥连忙晾出身份 以求自保 楼上 女人正在一脸担忧地祈祷 阿和静止走向柜子 拉开抽屉 掏出许久不用的左轮 淡定地将子弹上膛 几人要用男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阿和的左轮只能装六发子弹 阿和上一发 阿和就退一发 亮坤见状 也把子弹退掉 接着 三人瞬间抬手对射 楼下的欢喜哥听到枪声 连忙准备下车查看 随后欢喜哥再次下车 乌鸦接着右车 听到这里 欢喜哥不淡定了 连忙掏出手机 打给大飞格 欢喜哥表示 自己还有三天就要退休 没必要趟这趟浑水 很快 肥雪就接到了电话 他这才捡回一条命来 而楼上中枪的阿和 并没有打算停手 只见他反手一枪 趁机逃至门后 就这样 三人在狭小的房间内 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很快 三人子弹全部打光 亮坤展示了一手飞刀绝活 完事还摆出一个帅气的pose收尾 就在几人僵持不下时 孩子的哭声打破了僵局 阿和终于有机会 说出自己的第一句台词 坐下聊聊 看着家头四壁的房间 阿伙说道 坐下 就这样 画风突变 刚刚紧张不已的气氛立马温馨不已 不但购置了不少新家具 还将枪战损坏的家具一一修复 乌鸦也为了有桌子可掀 卖力的工作 几人分工合作 阿伙摘菜 飞雪打扫卫生 亮坤更是直接下起出来 忙碌过后 大家开始干饭 这温馨而和谐的画面 就好像刚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阿伙一口汤下去 差点没被噎死 原来是刚刚激战中残留的蛋头 几人都笑了起来 饭后 大家决定来一张全家福 恍惚间好像回到了许多年前 可现实还需要面对 原来阿和开枪打大飞这件事 亮坤也有份 最终经过商议 最后决定 三天之内 兄弟几人一起陪阿和干一票大的 来到房间 看着老婆孩子阿和心中五味杂陈 零走前 他为孩子系上了铃铛 女人则借着给几人递毛毯之计 恳求道 给我们一条火龙 很快 阿和便接到一个电话 他抚摸着阿和留给他的弹痕问道 对方正是大飞客 他催促阿和早点解决 第二天一早 阿和告别妻子 跟随几人来到一个酒店 找谢夫 几人循着声音见到了谢夫 他是一个黑心的情报分子 随后 他示意几人跟上 把他们安排在一间客房后 示意大家稍等片刻 转身便迎接了一位帽子哥 同样留成安顿好他之后 再次转身来到五人的房间 可几人只有三天时间 这么远的距离根本不现实 眼看几人就快失去耐心 谢夫直接亮出大买卖 并表示只要抢回来 自己还可以帮忙出货 接着他让几人好好考虑 转身去找帽子哥 兄弟几人意见出现了分歧 阿和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阿和不太满意 怕时间拖太长 自己还有任务在身 就在大家犹豫不绝时 谢夫再次出现 原来就在刚刚 谢夫来到隔壁 帽子哥出三百万 帮忙干掉东莞仔 而他给兄弟五人才五十万 不得不说 这个中介心太黑了 正事谈完 他们的目光被对面的女人吸引 几人猥琐地笑了起来 果然男人都有着共同的爱好 随后阿和一一向兄弟们道谢 并跟阿伙协定 时间来到晚上 几人早早来到餐厅 乌鸦跟肥雪留在外面把守 东莞仔准时出现在餐厅 就这样 小小的餐厅聚集多位营地 眼见东莞仔这么不给面子 帽子叔直接起身 边走边叫出了行动暗号 我去看看鱼翅 几人一听就准备动手 就在此时 大飞哥闪亮登场 很快便发现 埋伏在四周的兄弟几人 然后对着阿和 特意指着自己的弹痕 帅气地脱掉外套 随着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走了进来 他高大的身形 配上木空仪器的眼神 将大哥的气质 拿捏得死死的 大飞哥毫不客气 训斥帽子哥办事不利 并表示 后面的事全部自己来搞定 没想到东馆仔态度坚决 大飞哥直接抢了乌鸦的戏 而小弟们也将枪口对准了他 显然都被大飞哥收买 突然画风突变 为了拉拢东馆仔 大飞哥指着帽子哥 将他买凶手 杀东馆仔的事情 全部抖了出来 接着他静止走向阿火 摘掉他的墨镜 拿起水杯就是一泼 并质问道 对着抬手就是一巴掌 不解气的他 直接掏出了手枪 对准他的心脏 就是一枪 好在阿火提前穿了防弹衣 兄弟二人一个眼神 阿火一把掀翻桌子 对着他 神载就是一枪 东馆仔见状也是毫不犹豫 直接开枪送走了帽子哥 餐厅外 肥雪和乌鸦 连忙赶来支援 现场火光闪射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阿火想要趁机干掉大飞 不料被东馆仔打中 很快大飞被小弟搀扶着撤退 餐厅外面 大飞的小弟赶来救场 形势越来越不利 好在乌鸦跟亮昆 死死把守着大门 而另一边的大飞跟东馆仔 先后逃至了厕所 原来这一切都在大飞的计划之中 故意将同伴摆了一刀 一起玩就花开富贵 不然你就完蛋了 别无选择的东馆仔将手伸了过去 就这样大飞目的达到 成功拉拢了东馆仔 另一边 兄弟五人成功逃离餐厅 几人谨慎地来到车旁 正准备离开 车子却怎么也打不着火 于是几人准备推车 突然一辆警车迎面开了过来 欢喜哥又出现在大家面前 只见乌鸦哥一脚将一拉罐踢了过去 他立马想起几人的身份 连忙事宜手下开车离开 很快便消失在夜色之中 好在乌鸦哥学的一手好手艺 不久便打开了一辆红色汽车 随后快速开车驶离 路上阿火心态炸裂 亮坤更是绷不住了 你已经死了 傻茶 要不是何宅 你已经死了 很快兄弟几人带阿和找到了江湖郎中 郎中看情况紧急 狮子大开口 即便如此 四人掏空口袋也只凑出了一万七 看几人也不好惹 郎中只好妥协 可就在手术的关键时候 门外却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几人立马警惕起来 女人静止过去打开了房门 进门的正是受伤的大飞 在里面做事 说完他静止走了进去 而刚刚一直守在床头的乌鸦 早已不见踪影 大飞也不管床上躺着的是谁 霸气地一把拉开病床 接着直接脱掉外裤坐了下来 一声见状控制不住的大笑 你给我 一转眼看见身后小弟一脸凶狠的样子 一声这才收起笑容 这时屋外的东管仔发现端倪 看着桌上冒着热气的杯子 显然屋内还有其他人的存在 刚好阿和苏醒慢慢坐了起来 看向了大飞的方向 就这样两人四目相对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只见他一个眼神 小弟心领神会 大战一出即发 这场面实在太壮观 乌鸦掩护阿和准备撤离 就在此时 回家心切的阿和 仿佛听到了铃铛的声音 跟婴儿的哭声 一个转身的功夫 当乌鸦再次回到病房 阿和已经消失不见 原来他寻着铃铛的声音 来到了阳台 几人一路寻找至一楼 没想到抬头一看 亮坤健壮 刚想上前营救 却被大飞开枪不断阻拦 即使这样 他还是不甘心 找准机会 继续对着阿和连开竖枪 好在机智的肥雪 利用地上的毯子 将阿和拖了过来 几人也连忙开枪掩护 就这样 几人成功逃离 一路上几人面色凝重 去哪 回家 亮坤将他的头 轻轻靠在自己肩上 从此再无阿和 随着汽车驶入巷子 女人连忙将头探了出来 真知不妙的他连忙下楼 可还是看到了 最不愿意看见的一幕 几人将阿和放在沙发上 可无论女人如何呼喊 阿和都不能再有所回应 他明白 阿和永远抛下了 他跟孩子 阿和提醒道 已经死了 他是怎么死的 得不到想要的答案 他一把甩开上前 劝阻的亮坤 静止走向柜子 拿出阿和的左轮手枪 这一日子 不敢再逗留 几人连忙开车离开 留下一脸绝望的女人 他转身上楼 伤心欲绝的他 将枪口对准了孩子 想以此来了结这一切 看着嗷嗷待不得孩子 还有阿和为孩子留下的铃铛 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接着 他狠狠砸着兄弟几人 一起置搬的家具 宣泄着心中的悲痛 最终一把火 将阿和与房子 全部烧毁 熊熊大火 最终化成他心中的仇恨 而他也迈着坚定的步伐 带着孩子 走上了寻仇之路 另一边 兄弟几人来到岔路口 不知何去何从 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 去哪 随便了 最终阿和提议抛硬币决定 就这样 几人踏上漫无目的的远行 车子一路开进了荒山野岭 车子抛锚 几人就下车一起推行 而另一边 女人到处打听四人的去处 他怎么也想不到 他们早已身处千里之外 车子不能开 那就徒步 遇见岔路口 就继续抛硬币决定方向 就这样 不知又走了多久 他们来到一个河边 一路颠簸 几人连喝一口水都成了奢望 突然肥雪抬头看到了惊喜的一幕 三人见状 也都抬头望去 正是谢夫口中的观一山 兄弟几人瞬间来了兴趣 有多少斤子 一吨 一吨有多少斤的 一百多斤吧 我想有一万多斤 我没有那么多 哪有那么多啊 笨蛋 所以 一吨黄金到底有多少斤 你们知道吗 很快几人便出现在观一山脚下 徒服在路口守株待兔 很快便有三辆车经过这里 看着全副武装的护送人员 几人犹豫了 只见肥雪淡定地将子弹上膛 风险这么大 谁也不敢贸然决定 最终决定权还是交给了硬币 随着手掌打开 几人都有些失望 眼看着汽车慢慢离开视线 就这样错过了大好机会 随后接着上路 兄弟几人一路有说有笑 一路向前 突然不远处响起刺人的枪声 黄金押运车终究还是被抢了 随着镜头拉近 老齐闪亮登场 只见他手持狙击枪 嘴里叼着烟就是一顿操作 几人安静地趴在草苏 从里观察 乌鸦更是掏出望远镜看了过去 老齐一番行音流水的操作 看得他是热血沸腾 一位护送人员意外打开了车门 车内的一幕被几人禁手掩底 老齐更是越战越勇 几人连忙示意他住口 老齐发现 树上突然出现的反射光线 原来是乌鸦在提醒他 随着一声枪响 杀手硬声掉了下来 眼看越来越多的杀手逼近 马上就要将他包围 围观的兄弟四人果断出手 接下来又是渡到的经典枪战场面 站位与空间完美结合 将失忆带进枪战的每一个角落 很快便解决掉所有敌人 老齐转头看了过来 乌鸦毫不犹豫地打掉了老齐手中的枪 走吧 老齐转身淡定地就要去捡枪 几人则不断阻挠 可固执的他不打算缝隙 一次次捡起 一次次被打掉 金子你们拿走 人已经都死了 我老板怎么相信我 老齐举枪准备来个鱼死网破 眼看就要动手被阿火拦了下来 接着他问出了世纪难题 一吨金子有多少 2200万 你能拿多少 我被也拿不完 阿火提议分了黄金一起离开 老齐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 就这样 五人带着一吨黄金打算远走高飞 老齐的加入就好像阿和回来了一样 夜晚 大家聊着各自的理想 我呢 打算开枪店 你还开枪店 玩具枪啊 拿着十几年还不够啊 就这样聊着闹着 仿佛未来无限光明 这时 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大飞啊 你在哪儿 在你妈那儿 你们真不够一起 她把屁股就走了 剩下人家不玩寡妇 说完还不忘拿出铃铛晃了晃 沉默良久的阿火吼道 破不及气儿啊 大飞要挟四人 十二点前必须回到酒店 阿火气愤地一把砸掉手机 嘴里还不停地口吐芬芳 很快兄弟四人合力将黄金搬上船 接下来又到了做决定的时候 肥雪将硬币抛给了阿火 可这一次 阿火不愿再用这种方式 沉思片刻后静止丢进了大海 你自己走吧 金怎么办 无所谓 江湖再见 船等到天亮才会开 等顿一句包含了他对兄弟们的祝福 随后在老齐的口勤声中 兄弟几人一人一口 朝着已知的命运头也不回地踏上了营救的路 不愧是真男人 很快几人回到谢夫所在的酒店 一进门 乌鸦并给兄弟们递上了烧酒 喂 出来 不用埋伏吧 听到动静的大飞哥带人走了出来 见此情形 大飞哥一个示意 女人抱着孩子谨慎地走了出来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真正的仇人正在身后 孩子腿上的铃铛打到了几人的嬉闹 兄弟几人面色凝重看了过去 面对杀夫的仇人 女人直接逃枪 对着阿火连开竖枪 兄弟们也是一脸震惊 他穿了臂胆衣 打他的头啊 犹豫再三 最终女人还是选择放下仇恨 带着孩子好好生活 近此情形 亮坤捡起地上的黄金抛了过去 谢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放了我们 金子都给你 听到这里 大飞露出了意味深长的一笑 接着大飞表示 除了背叛自己的阿火 其他人都能走 就这样 走啊 嫂子 说完 一把将他推出门外 关上门 几人相视一笑 大飞跟怒火中烧 抬手就将手中的一拉罐砸了过去 阿火一个一脚将瓶子踢向空中 大战正式开始 这一段枪战 杜岛巧妙运用慢动作和镜头切换 一种暴力的美感 灌着血污与白灰 加上飞到空中的一拉罐 说他是最好的枪战设计 也不为过 来不及回避的谢夫也挨了一枪 亮坤用尽最后的力气 跑向大飞 对着他连开树墙 当瓶子落地的那一刻 全场瞬间安静 故事的最后 一个女人从房间走了出来 只有她拖着重重的黄金 走出了酒店 影片的最后 几人刚照的大头梯滑落 他们永远地定格在了这里 整部电影看下来也是相当过瘾 最终人物个性鲜明 用独特的氛围营造 与风格化的画面 来讲男人的故事 相比枪火而言 这部电影兄弟情更深 并且加入了女性角色 使得善恶更加分明 只是故事不再是圆满的结尾 而是壮烈的死 永远记得影片最后 爽朗开怀的笑声 最后问题来了 一吨黄金到底有多重呢 一吨梦有多重呢 一吨爱又有多重呢 一吨辛苦有多少呢 一吨猪头有多少 一吨田 一吨永远 一吨 27